政府推动12年国教到现在 整个配套还没有完全出炉 让很多爸妈相当的担忧 不过其实早在十几年前 国内就有家长跳脱现有的教育体制 选择让孩子自己在家学习 这样的比例 国中小学阶段14年来 竟然已经成长了375倍 不过到底要怎么在家自学呢 透过这个接下来台拨的跨国家庭 我们带您一窥这样的另类 教育方式 波兰文英文相互切换 因为这个下午 姐姐明秀上的是波兰文数学 弟弟明哲上的是英文地理 爸爸加入说的是中文 一家四口三种沟通语言 这是台湾爸爸波兰妈妈 刻意塑造的语言环境 一双儿女的基本教育 自己一间考 学校他们怎么教 然后他们这么上课的方式 就不太喜欢 最不喜欢是一直都要 为了考试 学习 这学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平等 一些课程他们会学的比较慢 有些比较快 所以这个是自然的 所以我完全不会担心那个问题 那就慢慢来可以把那些 他们会有问题的那些课程就拉上来 那你为什么要做 我一直要做 书房就是教室 学校里的师生对话 也会在这一家出现 因为学习进度要自己掌握 学会了更多的时间 花在才一般挖掘兴趣 我希望孩子要能够有国际观 然后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自己认为我们已经开始看到 有这样的一个处境 他们不希望孩子局限在课本教育 多元技能才能拥有高竞争力 再来吧 再来吧